兄弟们,今天是小朋友他表弟的生日 所以呢,我打算借这次机会 拉近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这样,咱们先去接小朋友吧 走,出发 不过呢,在去之前先把车洗一下 起码看着干净一点 小胖熊怎么还不下来呢 汪小哥,你来找我干什么 你忘记了吗,今天是你表弟的生日 然后呢,我想和你一起去 正好做个伴 行吧,不过我要先去洗个头发 这当然没问题了,你去哪,我带你去 上车吧,我的公主殿下 没什么,不说了,不说了 兄弟们,我陪着小朋友到你发电了 现在他开始洗头 咱们就在旁边等他一会吧 兄弟们,咱们自己也必须得整个发型呀 喷点发焦,打理一下 不是,表弟,你怎么也在这里呀 我在这里等你回去了,赶快进来吧 行,小朋友,到地方了,咱们快进去吧 说实话兄弟们,表弟喊的人还真不少呀 话不多说了,咱们直接开启干饭模式 你们看小朋友吃得多香 兄弟们,现在饭已经吃完了 人家阿姨正在打扫卫生 刚刚呢,我一不小心把水泼到了小朋友身上 现在呢,他正在厕所里面换衣服呢 唉,小朋友对不起,刚刚泼你一身水啊 现在我开车把你送回家去吧 不用了,我已经约好人来接我了 谁啊 几分钟后 来小朋友上车 不是,你怎么让他来接你了呀 我愿意让谁接就让谁接,你管得着吗你 唉,你听我跟你说,我开车把你送回去不行吗 非得坐他这这个车干什么 唉,你们别走,给我回来 兄弟们,我本来以为这次生日聚会 可以拉近我和小朋友的关系呀 可谁知道被他那个初中同学给截胡了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呀 走,开车去追他们呀 赶紧让小朋友给我下来 小子,你找死是吧,赶紧把车给我开走 你让小朋友下来,我就把车开走 小老,你别这样,咱俩回不去了 小朋友,虽然之前有些地方我坐的不对 但是我会改,等一下 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花,拿着 如果你现在跟我回去 以前的事情我既往不救了 我,我 拿着你的破花鬼 不是,这可是我给小朋友买的花 你竟然敢丢掉 今天我给你拼了